screw you 有飞 看到招,剪到翠翠了 这里是今天елов代言来这间妾王府 这位有妾的,吃 inward은吗 不是啦,COP goo Shapل 我们去吃小龙包 今天有吃过了,现在栈尾来吃 他档口在尾边 就是这档 龙女 上海小龙包 我们就预备先 老板你好 有什么介绍啊 有饺子4J小龙包 全部都是招牌 啊 都来一份 都来一份 制作饺子和小龙包的面皮 包饺子先 老板娘你做这个饺子 饺子和小龙包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正常来讲的话我从小就会了 哦 从小就会了 包小龙包先 方斤蒸龙蒸手 蒸骨铁 煎到两面金黄 热腾腾出锅 哇哦 全部一起来啦 哇 满满烟 刚刚出炉了 这个上面是小龙包 少 吃 it 下面是饺子 饺子两种口味 刚出炉 我们先吃好的招牌 小龙包先 小龙包一龙有六粒 我们看一下小龙包 有多汁 哎呀 我不知道你都爆了 小龙包就是炒多汁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内线 哇 它的那个外皮口感很好 然后它的那个汤非常的鲜甜 然后猪肉会很香 这小龙包就是要热热吃 它每一份内都会给一个醋和姜 来炸 刚刚好 感觉是它有一段一点酸 非常好吃的 最主要是它的那个猪肉 是经过它手挡 所以是非常的酸 让它有口感 那小龙包这样叫一龙来是很爽的 很流利 不会多也不会少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是这饺子 这样看你看它内料是满满的 你看 饺子有两种口味 这个是白菜咯 白白的 这个是韭菜的 鲜是白菜的 饺子咧它就没有那个小龙包这样多汁 可是它的内线的肉更大块 饺子也算不错 像是这个跟这个小龙包里面的内线的味道是一样 像我们这下不一样的韭菜口味 韭菜的话就带有韭菜 很香那个韭菜的香味 很香 喜欢吃韭菜的人都会觉得很好吃 摄影师喜欢吃白菜还是韭菜 韭菜 韭菜啊 会玩啊 如果你不想吃真的呢 也可以吃剪的 剪的就是窩贴 窩贴其实是一分四个的 可是我跟摄影师都很喜欢吃 所以交过两分 这里八个 看到只要剪到脆脆了 嗯 嗯 连锅贴都会碰肉汁 它外面是脆脆香香 里面的内线 经过了煎了之后呢 那个味道就更重 可能两样都喜欢吃 所以只要是煎了是什么 都要 小孩才做选择 摄影师全都要 煎了一样可以来展示 锅贴跟小时一样 有两种口味的 有白菜和韭菜 刚刚我吃白菜现在咬到韭菜了 韭菜的锅 现在煎了之后就更香了 韭菜的香味 韭菜的香味 你们懂的 他好像说韭菜好像很厉害 蛤 什么厉害 记忆力很好 诶 这是什么来的 冷冻的 没有在冷冻 哦 还没有煮哪回去自己弄 在这里自己的区间 哦哦哦 可以放多久哦 可以放多久 两个月没问题 哦可以可以 等一下就买一盒回去 摄影师买给你啊 哇 哇什么 老板娘 你们现在这里开了多久啊 在这边 这里有差不多三年的 好 你们几点开到几点 8点到中午1点半 1点半左右 正常就卖完 如果卖完到2点 有休息星期几吗 有星期三 到星期三而已 啊